你不搞你的事业了 设计啊 那你不搞你的事业了 设计啊 那当然我觉得设计咱俩的人生更有意义 哎 小宗你看 这个电脑呢 是邱先生和佑玲送的 然后这个传真就是 这个电脑呢 是那个方老师送的 整个工作台 是怡婷姐帮着选的 还有这个 这两个小桌子 台灯还有椅子 是张会计送的 姐姐都是张会计送的 嗯 这个柜子是李梅阿姨送的 哦 还有 这些衣服是我设计的 我认为 小枣家政公司 是一个专业的公司 专业的公司 就应该有专业的统一着装 我为什么选用 蔚蓝的这个颜色作为主色调 首先说蔚蓝色是2009年 法国巴格里时装周 最流行的颜色 蔚蓝色会给顾客一种 清新 放松和放心的感觉 边上我做了一些 很有意思的配饰 比如说这个小领结 会透射出一种活泼 俏皮的理念 裤子我选用是黑色的裤子 黑色的裤子 可以任意搭配各种颜色的鞋子 这种黑色的面料 是我精心选制的 这种面料金脏耐磨 这一套衣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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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哼的 在座上 所有人怎么在乡 还想 Gordon 参应跟她的一套衣服呢 不哈哈 欧天都在乡 venir 消息 来 妈妈 我今天来找小早啊 是因为我呢 要出国一趟 我不是有几个房子吗 我把几个房子的钥匙 带来了 我想啊 交给小早的家政公司 让他帮我打扫打扫 收拾收拾 然后呢 收收房租 当然了 费用照收 好了 妈妈 我走了啊 那个 容金 我有个事想问问你 您说 你是有经验的人啊 那个 你说 小早开这个家政公司 能成功吗 能赚到钱吗 能 你呀 别看小早啊 不声不响的 好像没什么能耐 但是这个小姑娘身上 最大的优点 她就是肯吃苦啊 勤奋啊 这个 她迟早会有出息的吧 再说了 这个小早身边啊 有很多人都在帮她 我 也是其中一个 要是要是她不成功的话 那我们的眼光 就不行了嘛 容金啊 我听说 那房子 你一租就租给她三年呐 我容金什么人呐 她要是不成功的话 我租给她三年 我就租给她三个月就行了嘛 我呀 还偷偷地把钱给了方老师 让方老师呢 给小早 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帮小早 这些女孩子到城里面来发展 不容易呀 我们那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 可是我们那时候呢 没有人帮我们 现在我有条件 我有经济条件 我为什么不帮她 我就是要帮小早 我就是要看着她成功 妈妈 再说了 小早这个姑娘还真不错啊 我那个房子不是租给她吗 她一直帮我打扫啊收拾啊 一分钱都没收过我 我不能让她白帮我 我要帮她 这人跟人之间呢 简单一点 明白一点 心里边就畅量了 就开心了嘛 妈妈 你说是吧 妈妈 有一件事我得提醒你啊 这个儿媳妇 你得趁早定下来 要不然人家到时候 老板一坐 这个身价上去了 身边有很多人追求她了 你儿子怎么办呀 我明白了容金 好了 我真的还有事情了 我走了啊 别送别送了 再见 妈妈啊 再见啊 再见 方老师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谢我什么呢 那个静步啊 对你可真不错 是啊 我也没想到 她既然把服装店给卖了 我要是知道 我肯定不会让她卖的 那是她的理想 可是她说的也对呀 她说什么了 她说你的梦想啊 要我们一起帮你来实现呢 她真的这么说了 真的 你看看 静步啊 天天待在店里面 不是忙着装修啊 就跑这跑那的 这真不容易啊 一个大男人 为你忙忙碌碌的 你的眼光真不错啊 那哪儿 那个 现在那个老太太怎么样了 我觉得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就像您说的 只要真心真意地对她好 阿姨会慢慢地接受我的 我觉得阿姨现在 已经开始慢慢地喜欢我了 这次去乡下 阿姨虽然嘴上没说 可是心里高兴着呢 就那些什么乡亲们 把他们的亲近朋友孩子 全部托付给我 让我带到城里做保姆 阿姨全看在眼里了 阿姨心里明白 现在的保姆 已经不是以往的保姆了 时代不同了 小嫂啊 你圆了所有打工妹的梦想啊 你是她们的榜样 你不但做得好 还嫁得好 这才是真正的女人 你怎么办 妈 就是那个小嫂家政 是加盟方老师的那个家政公司 算是加盟店 就是手续办起来比较简单 这都是我 我帮着给设计的 您看像样吧 她哪儿那么多钱哪 之前 她不是把钱帮着我开店了吗 小嫂人缘好 帮她人多 是大伙帮的啊 还真没想到 你那个店停了 是不是她的主意 不是 妈 她不是跟您回老家了吗 我自己的主意 对 她跟我回老家了 你就为这女孩子把店关了 我告诉你 女人太强了 你可受气啊 这啥小子 你呀 让她帮小子 把魂勾出去 妈 我觉得她像 有韧性 要强 是吧 我觉得就是 你别忘了啊 告诉她 是你帮助了她 对了 那个我从老家给你带来那个 老官博给你找那个土布 送来了吗 送了 多不多啊 多不多啊 多着呢 多着呢 您确定是老布料吗 找不着了那个老土布 太好了吗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儿子 我太高兴了吧 太好了 八角树上的角色 我查过慈海了啊 取名字最好是三个字 我想一个 叫倪海平 熟气得很 这么俗气啊 这个名字男孩子女孩子都适合 是啊 海平 我觉得挺上口的 挺好的呀 我们家靠近海 平 平安的平 多好啊 不好 不好 太土了 这个名字啊 是六零后的人才用的 七零后的人都不用了 我们现在这个呀 是二零一零后的 要现代一点 要与时俱进 对吧 你觉得这不好 那我再讲一个 你爸爸呀 他取了一百多名字了 你让他说 你让他说 你听啊 倪西河 希望和平 希望和谐 这主题多好啊 而且证明的啊 听着就像是当官的 而且很可能 将来是 事宜的领导干部呢 不好 不好 更加的不好 我觉得还可以呀 现在报纸上的领导 名字多好 这个差不多的 你们有反过来念吗 什么倪西河呀 河西泥呀 这名字还有 你怎么过来这 讲着呀 一听奎林想得出来 你怎么能想到这儿呢 你 对了 爸爸妈妈 王小早跟吴妈回来了 我妈说让你们俩也过去 一块儿热闹热闹 好呀好呀 王小早把吴妈搞定了 那好啊 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 我 哎 阿隽啊 到时候我们要 好好地送点礼物啊 好的好的 爸爸 你不要动不动 就送人家礼物好不好 这样子俗气得很 很小市民的 一婷啊 这人情世故还是要的呀 小市民 什么叫小市民 大市民嘛 人情世故 我当然知道的呀 但是你不能动不动 就送人家东西对吧 其实你这样做呢 这个受礼物的人 她的心理负担是很重的 家中人 这个受礼物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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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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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爸爸的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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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婷啊 吃吃吃 多吃点 多吃点啊 妈 你少说两句 我都吃得下了 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我现在就不说了 你吃哦 吃 你吃饭 你吃饭 回家吧 着什么急呀 在这儿我是 越看越喜欢 越看越高兴 晚上我妈找咱来谈话 谈什么 不知道 肚子疼 太疼了 太疼了 我都走不了了 不用装了 别装 我真疼 你别装了 不是 你跟我说 你妈找咱俩俩谈什么 不知道 你跟我肚子疼 你跟我说说 这谈什么呀 我得做个准备呀 我们是吗 我得做个准备的时候 我们在咱俩俩调整 你做什么 我说 你们俩俩俩调整 你来吗 か 你和人家都没有 是本田 妈啰嗦两句 小早 对 你喜欢金波是吧 金波 你也喜欢小早 是吧 喜欢 那妈就不说什么了 吃饭 妈 你什么意思 我不说了嘛 我就不说什么了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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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祝您福如毒海 寿比南沙 长命百岁 永远健康 干杯 干杯 小早 这是家里总传的 现在应该给你戴上 孩子 孩子 我应该给你道歉 真的 你说这一段 我横在你和金波中间 真是让你受了不少的委屈 阿姨 你别这么说 你说我这破性格 我希望你能理解啊 我这个做母亲的心 阿姨 你别这么说 我都理解你 小早 你真好 你心好 我把金波交给你 真的 我特别高兴 我也放心 你比金波能干 金波虽然有事业心 可是这孩子太老实了 结婚以后 你要好好疼我儿子 我 他有不对的地方 说他 也忍让着点 今天我要跟你说个什么事呢 我不是叫吴翠公吗 现在大伙都叫我吴乔宝 这个吴乔宝的名字是谁给我起的呢 就是李梅的丈夫赵院长 他给我起的 巧的保姆 他呀 说我呢 是 有诚心 有良心 干事呢 尽心 所以他给我取了一名字 叫吴乔宝 他这三句话 我记了一辈子 我做什么活 我就照着这三句话去做 所以呢 我跟东家 出的就跟一家认识 他疼我 我当他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呢 你呀 把这三句话 告诉 就是你招来那些 那些孩子 要做保姆的那些孩子 告诉他们 一定要这么做 才能让东家满意 你说是不是 对 阿姨 我记住了 另外 当这个老板不容易 注意身体 别谈理着 他有啊 这个保姆的工作啊 将来你说需要的家 越来越多啊 有的老人岁数大了 需要个保姆 有小孩的 人也需要个保姆 你说是不是啊 所以呢 这个保姆一定得干好 阿姨 你说得太对了 现在保姆这个行业 在这个社会上 是不可缺少的 我就是想的 我一定要把这个 保姆事业做好 我尽我最大的能力 我要培养出 最专业的保姆 让东家们都能找到 称心如意的保姆 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工作不分贵贱 行行处状元 对 另外我还想一个事啊 就是 在你那个家政公司里头 能不能加上一个 就是给中老年做服装 就是给 好 我知道你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金波他不是会设计是不是 他做出来那个 中老年的服装都好看 现在中老年人呢 买衣服不好买 就就来这儿做 就就我们办一个叫什么 中老年服装加工点 是这个意思吗 对呀 这样你不就帮了 金波的事业了吗 阿姨太好了 那这样我们两个人 可以一起创业了 对呀 行了 你们俩的事啊 都有谱了 我就回老家了 你回老家 对呀 落叶归根 我就回老家了 你老家房子 不是已经租出去了吗 没事 我回去会有地儿住的 我不在这儿 给你们俩添乱 就我这破性格 我在这儿肯定给你们添乱 阿姨 你不能走 我舍不得你 金波也舍不得你 我 我小早家政 还离不开你呢 我能帮你什么呀 我 我要跟你说 我跟你商量呢还要 就是 你来我小早家政当顾问呀 什么 当顾问 我能当顾问 能 就是比总经理还要大的官 是最大的领导 对了 我把我会做的那些菜 交给孩子们 对对对 就把你刚才讲给我那些 都讲给他们听 让他们做一个好的帮忙 对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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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就智力一顾 行了行了行了 真的 你听我说 你可以当股东 那股东是什么呀 你是带领我们前进的阿姨 行了行了 我缺少不了你阿姨 真的 你不能走阿姨 我刚才领导我一定好好干 你领导我们好好干阿姨 我小早家政就扣你了阿姨 没带什么好东西啊 里面呀 这是你 吃的咸鸡 这么多 那谁 你听了 谢谢我妈 咸鸡 这个 是给你的 谢谢 谢谢我妈 好 是 想做什么东西 走 谢谢我妈 好好好 姑妈 什么呢 你的 是不是忘了 忘了一勺 好事一勺 谢谢你 好可爱 你看这不好看啊 给碗尼玩 谢谢我妈 我妈 这么多东西 你怎么带过来的呀 王小早可有劲了 她不让我拿 都是她背过来 我告诉你啊 你再背着我去婚健所 我肯不揍你 姑妈 我这是激将法 我姐 我问你啊 你带着王小早到村里头 那大家怎么说呀 你有没有说 她是你的小保姆啊 姑妈 你快说急死我了都 一进村 一进村 就胡来一下子 把她围上了 对她男个热情啊 你怎么管她叫我妈 大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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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扔在一边了 王小早要开家政公司了嘛 就叫她老板了 对对对 姑妈 金波和王小早的事情 你答应了没有啊 就是 对妈 快说 几点了 我去做饭 你说什么 是教导说嘛 去找 我投降了 我投降了 我妈投降了 我妈投降了 东西呀 这有福气呀 我让你高兴 姑妈 你怎么了 沐姐 你怎么哭呢 我 我高兴了 定下来了 我心踏实了 2009年 上海电视大学 金融开机系 07级别业典礼 现在开始 下面 开始颁发一页证书 黄晶晶 吴信 黄小早 刘斌 赵英 荣轩儿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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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感谢大家的 欢迎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今天小早家长 开业啦 小早家长 终于开业了 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那天 方老师来了 李妹阿姨来了 张快锦李老师来了 怡婷又林来了 邱先生来了 容姐也来了 那么多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都来了 大家撕拥着我的听播 还有我的结果 每个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最开心的笑 这一步 我觉得世界上真是好很多 我觉得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下面有请我们小早家长的 专家顾问 吴乔宝女士 跟我们讲讲话 好不好啊 好 吴乔 好 吴乔 好 吴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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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就是个老保姆 不是什么不问 你说 方老师还有王小嫂 会有让我来给大家讲课 我哪有那本事你说 我说我不来 他俩不让 好 那 我就给大家说道说道 我做了多少年的老保姆 应该说 我干够了不想干 可是 我不后悔 人这一辈子 如果能让别人说出一个好字来 不容易啊 我在我东家干了二十多年 春夏秋冬 逢不喜帅 这二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 我的头发 从黑的变成了白的 他们家的孩子 就从这么点儿 现在都长成大姑娘了 我在他们家这些年呢 我是怎么干的呢 玻璃 窗户永远是亮的 地板是亮的 厨房 摸不着油 厕所闻不着味儿 我东家 把我当成他们家的人 当成自己的人 我怎么能得到的 我怎么能得到这些呢 就是凭着 我这双闲不下来的手 还有 我对主人 这颗真诚的心 所以说呀 好保姆 好保姆 不是说出来的 那是干出来的 有的人说保姆 不就是买卖菜做做饭 洗洗衣服带着孩子吗 是的 就是这么多活 做好了 那学问就打了 我们要别人尊重我们 我们首先 要自己尊重自己 我拿出绝活来 你说那主人还有话说吗 另外呀 还有 我们这行 跟别的行一样 也得学会了与人沟通 比如说 你家主人 南方的北方的 老的年轻的 是不是 他什么习惯 什么性格呀 这些你都摸透了 知道他的习惯 那么你就知道了 什么活什么时候干 什么活怎么干 什么活干不干 这些我们都做到了 主人还有话说吗 那不就满意了吗 另外啊 咱们一定要 把主人家 当成咱们自己的家 比如说 节约水啊 节约电啊 节约煤气啊 是吧 这些事情我们都要想到了 冰箱啊 不要总开 拿一点东西开了 慢慢地开开 慢慢地关上 总开 这个是浪费店的 想好了 我从冰箱里拿什么 冰箱里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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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里有客人 谢谢 谢谢 陈太太 陈先生 小嫂 恭喜你哦 谢谢 谢谢 新手禅开了一个家政服务公司 我们两个来捧场了 谢谢 我们要找个终点工 来 快请坐 请坐 好 坐呀 坐呀 陈太太 我们这的家政工作人员挺多的 你们看一下 有什么要求 我可以登个季 保证你们满意 就找像你这么样能干的就行了 是吧 太太 先生 您就放心吧 我们的服务宗旨啊就是 服务成一点 嘴巴甜一点 说话轻一点 笑容多一点 理由少一点 学问多一点 自信大一点 动作快一点 爱心多一点 质量高一点 我们这儿的每一位家政工作人员 都有健康症和上岗症 请你们二位放心 小嫂 真不错 我们就交给你了 好吧 好 小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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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吃了 嗯 有点儿烫 嗯 行吗 先喝一口 我喝了 坐这儿吴姐 来 坐这儿吴姐 昨天啊 我跟他们说 我要回去 别回去 小嫂不让我走 死活也不让我走 我看她那样 是真心不想让我走 那大胆啊 其实我也舍不得她 那我就暂时留下 孩子们呢也需要我 我就帮帮儿子和儿媳妇 其实呢 我有这么一个儿媳妇 聪明 孝顺顺 心而好 我挺知足的 那是你的福气 可不是 你说人图什么 这不就是老来福吗 不过呢 我想 等他们 过好了 我还是想 我还是想 一个人回到农村乡里去 吴姐 我跟你说啊 你这年纪呢 是一天比一天大了 你将来一个人 在农村住 还是真不行 我跟你说 你看我 我也是越来越老了 我跟你说 所以说呢 你就留在这儿 你就算是帮我的忙 我又什么都不会做 我给你养老 这你放心 我给你养老 我给你养老 我也不能跟年轻人 一块儿过呀 还不够生气的呢 你说是不是 是啊 跟他们在一块儿过 真不行 可是我 我姥姥跟你在一块儿 不也给你添麻烦吗 吴姐 你说什么呀 咱俩这么多年 谁不了解谁呀 你就在这儿 你算是帮了我了 就这么定 其实 但是 我也少得离开你 吴姐 哪也不走 就在这儿 我来的不是时候 没有 没有 方老师 您坐呀 您坐 小早 我是来找金波的 您找我什么事发 金波是这样 我 容杰还有张会计 我们几个要参加区里的 中老年服装表演 那太好了 太好了啊 想请金波 您能帮我们设计几套服装吗 行 行 没问题 方老师把你们的尺寸啊 什么的给金波 让他给你设计几套漂亮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金波 谢谢了 那你们继续聊吧 我 我走了 行 行 金波 谢谢啊 我送送你方老师 我送送给你添麻烦 来 好 好好 再见 小早 别送了 进去吧 没事 没事 慢走啊 您好 行 行 行 别画了 再画我都出不去了 好看好看 阿姨 你笑一下 笑一下 我从来也没画呢 你笑一下好看 阿姨啊 今天可是特别的日子 我要把你打完那漂漂亮亮的 小早 你摸摸我手 怎么了 我特别紧张 紧张什么呀 紧张 你说 金波能成功吗 阿姨 能成啊 李梅阿姨 张阿姨他们 不都要去给他加油吗 去那么多人 他再不成功 真丢死人了 金城所至 金石为开 什么 就是说呀 金波是金子 他一定会发光的 他会成功的 就你夸他 没事 阿姨 你放心 就算是不成啊 我又给他找一工作 到我小早家证 当保安去 我就 我跟你开玩笑呢 阿姨 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说 就你到我们小早家证去演讲 反响特别的好 那些保母听了之后 可感动了呢 方老师跟我说 现在呀 有好多家证公司 正在预约呢 想让你去演讲 不行 不行 我在你那儿白混两句 行 那都是熟人 让我上饭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怎么不行啊 真的不行不行 行啊行啊 我都答应人家了 你有这么多好的经验 要跟大家分享吗 到处去想想 不行 那我还真成了名人了 阿姨 你本来就是名人 你说在这个家政行业 一提起吴小宝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还有阿姨啊 我还要跟你说 你叫什么 阿姨 还不该口 叫 叫啊 叫 叫 妈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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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包不走都不走 走到道路了 没用 这很水呀 那包不走都不走 你看那件衣服 是吧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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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和金波来说 未来的路虽然很漫长 但是我们会用自己的双手 努力创造属于我们的美丽人生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是如此清新熟悉 城市的钟声与风相遇 树叶在发芽充满香气 城市的雾气渐渐散去 我在触摸你的痕迹 一心变成梦的深情 我在倾听你的呼吸 守护着你 爱着你 我在倾听你的呼吸 守护着你 爱着你 我在触摸你的痕迹 一心变成梦的深情 我在倾听你的呼吸 守护着你 爱着你 守护着你 爱着你 我在倾听你的呼吸 守护着你 爱着你 守护着你 爱着你 守护着你 爱着你 你在镇上开启迹 守护着你 爱着你 守护着你 爱着你 守护着你 爱着你 顶和無尊